Brienne Jackson 從未感染過新冠病毒 她在臨床試驗中注射了阿斯利康疫苗之後 就出現了類似長新冠的症狀 她視力模糊、耳鳴 她形容說 我的耳朵好像放了兩個海螺一樣 她的症狀很快地惡化 出現了心律波動 嚴重的肌肉毛力、衰弱 內臟一陣陣地出現電擊感 還被醫生診斷為焦慮 Jackson 住在美國的猶他州 他曾經有醫院教師、攀癌見障 但心病之後 他大部分時間只能留在屋內 科學雜誌上的一篇文章記錄了Jackson的經歷 文章表明 疫苗可能引起罕見的類似於長新冠的症狀 長新冠是指什麼呢? 通常來說 感染新冠病毒的前三至四個星期 是急性感染期 之後症狀會逐漸緩解 但是 部分病人在之後仍然會受到多種症狀的影響 這種情況可能會持續幾個月甚至一年以上 根據美國醫學會雜誌統計 在第一次出現新冠症狀的平均60天之後 有32%的患者身上仍然有一至兩種症狀 55%的患者仍然有三種或異常的症狀 這種情況被稱作新冠病毒感染後綜合症 俗稱長新冠 長新冠可能會影響身體多個器官 亦都可能會造成一些全新性的症狀 例如疲勞、發燒等等 統計顯示 最常見的長新冠症狀是疲勞、呼吸困難、關節痛和胸痛 將長新冠症狀和常見的疫苗不良事件進行對比 可以發現 它們之間有很大的相似性 它們都會影響到全新多個器官 症狀包括呼吸困難、腦霧、疲勞、睡眠障礙、 心血管疾病和自身免疫疾病等等 打疫苗之後出現類似長新冠症狀 可能性較高的一個原因是刺突蛋白 新冠疫苗的原理是通過不同方式利用刺突蛋白刺激人體 以激發免疫力 刺突蛋白就好像新冠病毒進入人體細胞的鎖匙 亦都是讓免疫細胞認出病毒的標誌 人們原先認為刺突蛋白只能引導病毒進入細胞 但是後來就發現 刺突蛋白本身有很大的毒性 新冠刺突蛋白對於身體產生的病理機制 或者可以解釋長新冠症狀的由來 和一些罕見的疫苗副作用